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吵啊 这个 静音音不太吵了 嗨 我回来了 谢谢小文宝送我的荧光 嗨 谢谢 我今天在剧场吃了个七口拉火锅杯 结果我把它撒地上了 我鞋子上都是水 然后我就找阿姨 那我一粒特红一卷纸 我会在那里因为纸把它吸吸吸 然后把它堆在一起 然后扔垃圾桶里 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用了两个等高鞋子 谁给你们讲的 周周给你们讲的 周世宇真的是他别把我笑死 他一直在嫌弃我小小的 他总说我小小的 因为我印象里周世宇才是小小的吧 他居然说我小小的 我真的大震惊 我真的大震惊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印象里他小小的 就说身体啊 身体小小的 结果他就在那里一直说 说我太矮了 我真的很不服的 我平常公演我都不练增高鞋垫的 但是他说我小小的 我说行不那我垫一个吧 我垫了一个之后 我们排练之后 他还嫌我不够高 看来他喜欢高高的呀 他还嫌弃我不够高 然后又让我在这里垫一个增高鞋垫 真的又让我在这里垫一个增高鞋垫 然后我就说又垫了一个增高鞋垫 而且我要给你们告状 这个周世宇他扯我领带 你们知道他怎么扯的吗 他是一个不会扯领带的小笨蛋 啊 跑几对 他是一个不会扯领带的笨蛋 正常扯领带都是这样往下扯的吧 就是比如说这是我的领带 好我是这样往下扯的走的 周世宇在明知道我今天可能没有他高的情况下 他这样我们排练的时候他这样在拎着我 我就我就必须再抬头 我就必须这样被他这样拎着往后扯 我说啊 你觉得我这样帅吗 真的会写 真的会写 但是我和周周还挺配的吗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挺配的 好 很好 谢谢烤肉包 帅我等你刚才 谢谢烤肉包 thank you 我們就是说满配的 对啊就是之前 之前那个 我们两年前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说 说我们俩 我还说我们俩都是1米64 怎么怎么样的 结果他长高了 对的真的 周周真的好搞CR 他现在167不可能 可能没有167吧 我觉得顶多165 顶多165 行吗我认真点 165.5吧 我1米64.5 谢谢 因为我那个鞋 没法电增高鞋点 我那个鞋电增高鞋点 我真的站不稳 我们这个舞台 我不是我们这个舞台 我们这个设计你们正没看出来我是个魔术师吗 因为本来我和周周想的是我给他变一个魔术 就是有那种玫瑰花 然后一拉怎么的 就一个白花变成红花的那样 结果那个道具没到 那个道具要明天才到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说就没法变这个魔术 然后就是说穿了个白大褂 就是 我觉得好像魔术师也有这么穿过吧 然后就是说 还给他就是 还给他就是 就没有那个 变玫瑰花了吗 就给他撒了 我本来想撒扑克牌呢 但是想感觉扑克牌就有点利器的样子 就变成撒花瓣了 花瓣还是很好看的 带个帽子 我才不要带帽子 我今天头发这么好看 我才不要带帽子 把这个沙发让这儿靠着 算这样靠着不舒服 这样 今天真的好热 我们中午的时候出去做了个核酸 我感觉美瞳都要晒化在眼里了 真的太热了 对啊 中午很热 上海我都这么热 我要是回了郑州 我咋办呢 我咋办呢 那肯定是郑州那边热呀 这都是烫不热 哈哈你真好笑 我不去广州 我过几天就回家了 正好家里有点事情 我就回家一趟 要隔离的 要七七要隔离七天 嗯我会注意防护的放心 对好久没回家了 反正再说吧 反正就先回去的 想把这个车据你 其中隔离 啥时候回来 下个月回来 免费吗 自费 买个小风扇 我买了 明天应该能到 买了个小风扇 但我又不在外面溜达 我到了到站时候都晚上了 就还好吧 下载点去倒也不必了吧 这啥隔地地方连个网都没有 好困 今天怎么这么困 因为昨天没睡好 昨天一直在胡思乱想 就啥也没讲真的啥也没想 反正就东想想西想想 完了就到那个点了 谢谢滴滴宝送我的小黄关 谢谢滴滴宝贝 没啥呀 我就在那里乱翻 乱翻就刷刷小黄鼠 刷刷淘宝 还就到了那个点了 蛮意外的 今天早点睡 当然 讲真我这几天没咋刷抖衣 我要躺窝了 我不去广州 广州应该也很热吧 现在哪里不热 东北 明天跳往那个骑士 谢谢 谢谢小夜宝送我的夜店 谢谢小夜宝 做帅哦 我是说跳骑士这首歌里的公主 谢谢 你们误会了 我说的其实是这首歌 刚刚那些说做帅哥很好的人 现在立刻改口 你们真的是有点自豪笑 我想起来我在玩儿再刷啥 我在玩儿再刷正宗美食呢 我真的一开播就困 我在刷那个正宗美食 我在刷那个正宗美食 我昨天我前几天还问我的小小友友们 我说我等我那个隔离出来了 我说大家会和我就是出来玩儿吧 我说虽然天这么热 但是大家一定也会和我一起出来玩儿的对吧 但是大家一定也会和我一起出来玩儿的对吧 他们说不会 我真的会写真的会写 然后他们又说可以晚上出去 然后我就进行了一个回复 我说我晚上能不能出去你不知道 因为我晚上要就妈老催我 妈也不是非让我几天回家 但她就是老催我 你知道吗 她就是各种催我 她也不是说不让我晚上出去 她就是催我早点回家 我就说晚上能不能出去你不知道 然后她就他们就在那儿笑 真的很好笑 就是说 26岁半 马上27岁了 啊身份证上28岁了 咱们就是说 就是说 7点回家可能就会被妈妈打电话 在家的话8点回家就会被问 怎么还不回来 真的会写 真的会写 谁懂 蛮难过的 就是可能说就是属于可能跟妈妈一起逛超市 还要问妈妈说妈妈这个我能不能买 蛮无语的就是蛮无语的 就是晚上玩个手机可能还在偷偷的藏被子里玩 生怕半夜开门检查你有没有好好睡觉 有没有偷偷玩手机 就要把亮度跳到最低然后偷偷躲在被子里玩 真不错就是对我想起来了 就是说在家想点个奶茶都要问一下 妈可以点个奶茶吗 就是一定算喝奶茶 要经过一下妈妈的同意 外卖其实还是可以点的就是奶茶 我妈不喜欢看我喝哪些奶茶啥 真的会写 真的会写 对啊今天真的非常之感动 瑶瑶和镜头给我拍了那个直拍呢 真的一整个大感动了 一整个大震惊了就是说 真他们两个真的是好人 真的是大好人 我要给他们发好人看 哦发红包就不必了吧 多多见外呀 咱们这感情还用发红包吗多见外 口头表扬一次算了 我没有口头表扬我口袋表扬一次 咱们这种大马价 睡前的星期里没录 但我不知道要不要录 我晚点看一下吧 我都没看清消息 没打 因为我想卸妆来着 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明天要公演 真是 别把我吓死了 我之前就忘记要录了 我就卸妆了 对啊 我还得过公演呢 我都有几首歌 我那几首歌都没跟大家合过呢 行吧 我说说的我真的真的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主要是我真的很怕和大家节奏不对 二次我真的相信我肯定是一整个节奏 一整个大不对 因为这两首歌可以说是 咱们自己拔的 咱们就是说 嗯因为其实可能我会的话 我也我跳出来的牌子和大家不一样 对的 对的还好没观众哈哈 真开心 啊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应该不可以说吧 嗯 什么玩意有VR VR是干嘛的 嗯 VR 这个 可以看 这个VR现在开了吗 全景 这VR 这明天应该不开吧 明天我去给它砸了 对的 拔了就行 哦有道理有道理 行 你说的对 因为我如果砸了的话 大家都知道它坏了 就会给它换一个新的 但是如果拔了的话 就没有人知道它被拔了 呼呼 哈哈 想想真开心呢 但是只敢想想呢 哈哈 嗯 嗯 嗯 对呀先开心再说 哈哈 对今天就是有点自太累了 因为 今天 就是昨天没在睡 今天气很早 然后在剧场待了一天 谢谢小杨宝送我的马卡龙 嗯 然后主要是又想到一会儿还有很多事 行吧 我觉得我要下播了 我可能要睡着了 不然我可以睡半个小时再起来 嗯 好啦 谢谢 谢谢 谢谢小弟宝送我的小宝贯 谢谢 谢谢 谢谢小弟宝贝 谢谢哦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感谢今天给我送礼物的宝宝们 谢谢大家 感谢给我发弹幕跟我聊天的宝宝们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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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